大家好我在波士顿 这期我想去吃一个 欧娜娜娜的 她的姐姐欧娜妮妮的Vlog里面 欧娜娜娜带着欧娜妮妮去吃那家 Brunch在波士顿 就是波士顿特别火的一家 然后还有很多很多的分店 所以我打算过去吃 就是这家店超级好看的风格 那两个一共花了24刀 人均大概十几刀左右 感觉好大份哦 就是那个牛油果面包 上面是流心蛋 然后这个是我那个沙克书 看什么东西 应该是番茄酱 然后芝士 还有 我看网上说还有流心蛋 对这边还有流心蛋 是这样的一个组合 然后呢 还有一种是 里面还有那种肉球的 是要再加几块钱 然后我没有要那种 据说那种也不错 这边还有面包 这有一点点辣辣的 然后上面一个菜是有点香料的味道 看这个蛋流心了 确实好吃 网上都说这道菜特别好吃 但是这个鸡蛋确实是好吃 就是很轻松 这个可以用面包蘸得起 他送的这个面包 面包很香甜 这东西可甜 这道理 老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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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就是很清新的味道 网红店 反正至少拍照是很好看的 这些探店就结束了 我觉得他们家至少颜值是很高的 味道呢也不错 不让吃差不多都是这样子的感觉 总体来说还是不错的 我看到有很多外国人都挺爽的 还有些好像都是欧洲来的游客